大家好,正式节目开播之前先查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11月24号到29号带大家去上海和宁波游学 这是咱们第二次去淘宝包游区 上一次是去的南京和镇江 那么说起来上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基本上可以讲的是近代化的城市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古迹 尤其跟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徐家会,最早的天主教徒,聚光企业 最早皈依天主教的这个人 他建的教堂和他的墓地 比如蛇山圣母大教堂 这些都是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大教堂 当然了,御园,城隍庙,这些大众景点咱也要去 还有呢,比如说上海师博 这是一个非常藏品丰富的博物馆 还有呢,就是我们还会去一些小众的景点 比如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职 见证那段中韩共同抗日的历史 宁波就不用说,名声古迹众多 是吧,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全明广三个州嘛,他的明州嘛 是吧,所以呢,比如说像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 因此呢,像这个国庆寺啊,阿绿王寺啊 包括这个浙江凤化的雪斗寺 弥勒佛的这个道场 这些地方呢,我们都会去看到 也会去一个小众景点 比如说高丽使馆就职 总之,让大家呢,不需此行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咱们言归正传 前段时间啊,有一个脑残留学生在网上炫富 说自己家的长辈啊,西方哪个国家都去了 感觉呢,是贪了 还这个炫耀自己在留学时候的奢侈生活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的这些言论呢,立刻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经过调查,确实发现他家长辈有问题 老同志退休了十好几年 被自己的孙女不讲武德偷袭 以致呢,晚节不保 这又是一个亲切帮忙繁复的案例 说起这种案例在古代更多 以至于呢,古代很多官员 终其一生都要小心谨慎 怕皇上猜忌,怕同僚排挤 更怕自己的家人给挖坑 唐朝明向敌人节 非常擅长处理民政 在主政魏州的时候 大士小情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北边的契丹人呢,对魏州虽然虎视眈眈 但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等到敌人节调任的时候 民众呢,为了表示感激 决定给他立个生词,定期祭祀 这可以说啊,这个是给活人最大的包享 敌人节做官虽然没问题 但是呢,教子无方 幼子敌景辉后来呢,也主政魏州 在任期间横行霸报 无我不做,和他爹判若两人 民众对敌景辉不满 又拿不出什么反制手段 毕竟他现在就管着自己 恨他没辙,怎么办呢 就把气撒到他爹敌人节身上 前期呢,这个拜敌人节生词的人越来越少 后来呢,生生就把他的生词给砸了 敌人节一世英明 就这么毁在这个混蛋儿子手上 比灰头土脸更严重的 还可能呢,就是因此家破人亡 康熙年间呢,户部尚书赵深桥 早年呢,在地方任职 上任期间做下了不凡的功绩 最大的功绩就是清廉 自己说居官不要钱 理之当然 若居官要钱,即如妇人失节 他的两袖清风很快引起圣上注意 康熙弟甚至夸奖他乃天下第一清官 但是就这么一个清官的帽子也毁在他儿子赵凤昭手里 赵凤昭被弹劾贪赃王法 受贿白银三十多万两 本来这个数啊,按说也不算多啊 但比较让康熙生气的是赵深桥知情不报 赵凤昭与其他官员一起结党营私 都给自己立了一个清官的招牌 这个问题网大理说就是欺君网上 康熙一路之下给赵凤昭扣了一个天下第一贪官的帽子 经刑部严审后判处死刑 赵凤昭被处死之后 赵深桥因教子无方问题被革职留任 另一个儿子赵熊昭本来呢是皇上宠臣 因为这个赵凤昭一案也受到了牵连 不久之后一个小错被革职 发配到西北军中效力 好好一个清官家族就因为赵凤昭爹导致家破人亡 既然这些官员的家属这么容易给人挖坑 那当官的提高警惕管好自己家人 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理论上啊是这样 可关键在于很多时候啊官员没法管 嚣张跋扈的是官员他爹 是吧他们自己也脑壳疼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一辈子只是个秀才 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成了内阁首府 张文明自然跟着牛气冲天 张居正得势之后 地方官经常来张家嘘寒问暖 为讨张文明的欢心 连公有土地都敢鼓手相送 更出格是当地官府大包大揽 为张家修建宅地 派锦衣卫充当建筑工人 张文明一点都没感觉 这是有什么不妥之处 反倒亲自当监工 指导这些锦衣卫搬砖 在张文明这根歪到极点的上梁之下 张家的远亲近云都开始作威作福 收受官员贿赂成了常事 张居正也清楚父亲的所作所为 但小张从小被老张严苛对待 多少呢有几份心理晕影 再加上余孝思想根深蒂固 考中信是当官后 长达十几年没跟老爹团聚 更不敢出言相斥 别人一跟张居正提 他只能无奈的感叹 老父高年素怀坦率 家人仆辈 颇文有平事 伶俐乡里 混饶有私者 皆不能治 父亲年纪大了 性子多少有些值 这些亲戚凭借势力横行相礼 当地政府怎么管得了呢 感叹完之后 张居正还得给老爹擦屁股 借着自己的地位来引赴之乐 万历初年 御史里路过张居正老家 见张文明 气焰消瞻 忍不住呢 跟他起了冲突 回朝之后 就参了张居正一本 说他纵容他爹 赤巨资在老家 建超规格的宅地 耗尽明指明高 张居正呢 也不含糊 直接罢了个姨的官 后来张居正死后 惨遭清算 固然呢 和他树敌过多有关 但如果他老爹 当年知道低调处事 别得罪那么多官 那儿子的罪名啊 可能会少几条 有这么多负面的案例 古代官员 自然也小心谨慎 尽量约束自己的家人 别惹麻烦 曾国藩从1843年 开始官位 像火箭一样往上升 到1849年 短短六年 从重七品 一路升到整二品 眼红的同僚不在少数 想给他下半子 自然也不少 在这敏感时刻 家属千万不能招惹是非 于是呢 曾国藩给远在老家的父亲 写了封信 叮嘱他 不要搭理前来拉拢的官员 以免落人口实 败坏门风 好在曾老爷子 破名事理 不像张军 让他爹面为老不尊 在老家严禁家属 干预地方公事 甚至整日闭门谢客 不给任何人来巴结的机会 后方如此省心 曾国藩的官运 也就越来越横通 也就是最后呢 封了一等红居 是文正 在有清一代 汉人官僚当中啊 也是最高规格了 今天后人推崇曾国藩 也是极力推崇 他至家的本事 他那套围观之道啊 一般人用不上 因为没几个当官的 但是修身齐家 这是人人能用得上的 当然了 可能这些当官的 再谨巧甚微 也保不齐家属 会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这个时候啊 就得考验官员们 脑筋会不会急转弯了 秦桧在高宗朝大权独揽 天下贡献先入其门 而刺激官家 很多宫里没有的东西 在他家堆积如山 有一次呢 他老婆王氏 就差点给他卖了 送高宗的母亲韦太后 请王氏进宫吃紫鱼 饭桌上呢 太后就说啊 这个紫鱼很金贵 现在大个的鱼啊 越来越难找了 结果王氏满不在乎的说 这东西有不家有的事 回头我让人给您送一百条 回家之后 王氏就得意的 向秦桧汇报了这件事 本以为呢 秦桧会夸他懂事 然而呢 秦桧就说 你个傻老娘们 一句话害得我们大祸临头 皇上没有东西 你有 你想干嘛 但秦桧毕竟是秦桧 冷静下来之后 让人给太后送了一百条鱼 但是呢 不是紫鱼 而是烟青鱼 这两种鱼啊 长得特别像 但是价格差了十条街 太后一看这些鱼就打笑 说这王氏真是一乡下土柴火妞 竟然连紫鱼青鱼都分不出来 就这样秦桧装傻充愣 帮自己化解了危机 王氏给他挖的坑 就这么完美的给填上了 历史上啊 像秦桧这种脑子转的快的 毕竟是赏数 更多的是前面说的那样 被自己的一连串亲戚给卖了 最后落个晚节不保 或者家破人亡 比比皆是 这样看来 在古代那样的官场环境之下 活得越久 越容易出事 官员们要是能应免早逝 但会为自己保全明节 死得早啊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 好了 关于古代官员被亲戚坑的故事 咱们今儿呢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